最近几年超市里悄悄出现的微型西兰花 Micro Broccoli是营养报表的好食材 通常在盒装略菜这一片 我们这里的Whole Foods Market价格是4块4毛9 这一盒很轻 只有2盎司57克重 论价格2盎司4块4毛9是贵了点 但是营养而言绝对超值 包装后面有写 维他命的含量是同类等量成熟作物 也就是成熟的西兰花的5倍 Micro Broccoli微型西兰花 和Broccoli西兰花一样 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K 液酸 维生素A 钾 膳食纤维和少量的植物蛋白 Micro Broccoli的主要营养之一是萝卜硫素 Soforafine 萝卜硫素是一种强效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包括抗炎 抗氧化 抗癌 也能帮助预防多种癌症 包括乳腺癌 前列腺癌 结肠癌等等 萝卜硫素也被证明能够改善大脑功能 包括记忆和认知能力 萝卜硫素普遍存在于十字花科蔬菜中 在幼苗或者发芽状态下含量非常集中 也就说这种Micro Broccoli虽然量少 体积小 但营养密集 一次这一小盒的营养顶得上一盘西兰花的营养 肠胃负担不重 也增加了饮食的多样性 而且很好吃 有一点点嫩芽的辛辣和新鲜的质感 包装后面写着可以拌进salad里 也可以加进三明治里 打smoothie也可以加进去 也可以撒在披萨上面增加风味 我自己的吃法一般是先用特级出炸橄榄油拌匀 用橄榄油拌匀能让脂溶性的维他命更好地被吸收 然后加一点意大利香醋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盐或者黑胡椒 但我觉得橄榄油和意大利香醋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微型西兰花本来就一点点辣 味道刚刚好 简单地拌一下配几个小西红柿 两个煎鸡蛋 一把坚果 小半个紫薯 一杯开斐尔蓝莓胶原蛋白smoothie 就是一顿非常丰盛有营养的早餐 谢谢大家